原住民这个加分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行政员委员的官员 我们请主委好吗 我们请主委 委员好 哪有什么要 哪有 刚许委员要求我们一定要多用原住民的话 马上见局理期 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简单的来用问答题 跟你询问几件 本系比较关心的议题 每任的主委 来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 伟大的理念 说我这个任期 不管是多久 我一定要完成什么事 那么马上主委 你自己上任之后 做了很多的功课 我们也都知道 你自己最想完成什么事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长期在延民会服务 特别是几个跟原住民前重大的法案 像原住民自治法案 我当承办人 做了十二年半 既然都没过 所以历经两个朝代都没过 所以我一直觉得 如果还有时间工作 应该想办法把原住民主基本法 三个很重要的法案 希望在我工作的期间 跟同仁一起努力 早日送到大院来神医 就是原住民主自治法 还有土地海议法 土海议法 OK 这个两个已经历经大概七八年了 对 这其实没有完成 很令人 沮丧 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急迫 那现在我们的自治法 你们变成一个暂行条例之后 多次的跟原住民的委员 有过沟通讨论 但是到现在为止 好像并没有一个 让大家都满意 能够一致来支持的一个法的内容 是 所以你们下一步会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其实事实上 我们把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是比较务实的来看 因为过去提出来的 那个实体的完整的自治法 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土地 就是空间分立的这个问题 跟希望能够有参与统筹分配 税款的资格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几乎是没有办法再往前来讨论 既然是这么困难 我们换一个角度 有没有可能先行做一个阶段性 也让大社会能够了解 原住民自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更重要是让我们原住民有机会 形成一个共治 因为原住民谈自治的人不是很多 了解自治的人更少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推 我看很多的原住民都不知道 自治是哪来做的 所以我还是非常遗憾 所以我们试着做一个这一阵子以后 我们根据执行的情况来检讨 定一个比较终极的完整的实体法 会比较符合现在的现况 我们是这样看的 我看了一个文件不晓得对不对 你们是希望它这个过渡时期 使用八年来预备 你说你这个事办条例是八年 八年之后才有日出条款 这个文件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我想大概委员后我们的草案里面的内容 没有定这样的一个期间 没有日出 也没有日落 不是我们的时间是定在 所有的十四个族群 只要有二分之一已经推动的 它的逐期的自治政府 我们就开始要定定一个完整的自治法 是只要有二分之一的民主开始实施 逐期的自治事务 我们就开始要推动 那所以我们就是怕担心这样了 就算会变成遥遥无奇 我们宁可把它定得非常清楚 我事办OK 事办几年 之后就是要日出 是 事办日落 然后日出一个真正的符合我们提到的一个自治法 是是是 所以你们快点再重新整理现有的这个二十九条 或者是八十三条之间 可以连结的 一起连结吗 我们会很尽数在做 因为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报到院里面准备审查 OK 我们会跟医院里面再做一个协商 好 处理这个案子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要问你 因为现在原住民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是住在都会 是 所以都会的同胞 他们的权益 在原基法里面提到的相关的权利都应该要跟原乡保持同等的关注 因为他已经住在都会了 都会究竟他的条件环境不一样 不管是居住不管是就学就医条件都不同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适合适用在都会的原住民的一个政策 这个不一定要有法 这个法我努力过 但是并没有被委员会认可 所以一直没有完成 但是你们在政策上应该要提出 那我这里看到的是监察院九十九年到一百零一年甚至一零二年 提案纠正原民会的这个建树有四案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办理改善原住民部落供水计划被纠正 那我现在要提的不是部落 而是在都会周边的这些部落的供水要怎么办 我有机会跟你谈过 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 比照原乡的简易自来水的精神 在都会给这些都会周边的这些部落简易的引用水 不要像现在还要自己挖井 你知道那个砍金部落挖来挖去 最后挖到这个 当然不是事实的 说是含有这个核废料的污染的这个水 不要这样 你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给他们解力自来水的这个标准来提供用水 跟委员报告 因为委员现在提出来 我们还 所以我个人认为 都市原住民是未来原住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工作 那要看这个其实未来原住民的核心工作会转换到都市 过去在都市原住民发展计划里面 没有把公共工程啊 引水设计划放进去 因为陈勤不晓得要怎么去应付他们的陈勤案啊 你们赶紧就做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 我这些事情啊 供水的部分就这样子做 好不好 上次蔡处长还陪同我去小壁谈 回来不晓得有没有跟你报告这件事情了 以后就是比照这个原乡的这个供水计划 给他们用简易字来写的方式来给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在这里啊 你们被这个监察院说呢 办理少主文化传承发展实施计划 计划核定于15年 仍然至爱难行 却又为师 然后后面呢 又提到了兰宇 啊 办理兰宇社区总体营造计划 到了102年6月实际执行率仍然只有23.6 而且没有在本宇中央主管机关的职责 积极地辅导兰宇地区协会办理本案 台东县政府对于兰宇相公所会整提报的计划呢 出审 未尽完备 严密会也没有未一规定 督促该府检讨改善 均有为师 你看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少主的 一个是兰宇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导主啊 都跟经费有关系 都跟长期或者整体的规划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部分本来就比较弱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可以请教请义啊 为什么这个两个那么重要的 跟原住民的永续发展 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 经过那么多年 当然不是你任内了 我就说 现在你既然接任了 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两件事情处理解决 南投的这个日月坛的少主的文化 福利园区的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是 原来规划的七块这个土地啊 其中有一块非常重要 最核心的土地是现有地了 现有 他们不愿意释放这个现有地 使之整个计划破解 这是最大的原因 虽然他们提出交换土地的 但是要求标准都非常的高 你找不到可以来让他们来交换土地的 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讲怎么办 这个计划重新啊 我们请 重新提出吗 对对 重新提南投县政府提出一个 比较可行的务实的 当然原来编的五亿 五千三百万这个部分 恐怕没有办法再用那么大的 预算来去治愈 那个兰嶼的核肥料的储存厂的 它的那个和后端的基金的部分 总共两亿零五万 两亿零五百万 那事实上呢 采用了四分之一 三十几项计划 已经合了二十五项 还是现在六项 大概有三千六百万 还没有核定 我们已经限制它 一定要在今年的十一月三十二号为止 要告诉我们 请告他们 你要不要做 要告诉我们 而且所有今年 不然钱要被回收了 对 今年已经核定的这些 一定要在十二月三十二号 一定要发生前置 OK 而且我们把它列在我们的公共工程都岛 汇报里面每一个月管制的一个计划 你既然给他们的一个时间表 就按着时间表来 要求执行 因为那个放太久了 就是啊 那个新台币都发美了 是是 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想 你知道我长期在关注 安美组的这个土地的议题 对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到有很多的土地啊 过去是国有 然后是海防部队 山防部队在用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在用了 所以变成了国有非公用土地 如果 如果我们在追溯这个土地 事实上是以前部落的土地了 啊 只是在戒严时期 啊 这个这个国军拿着枪 要求要 要哪块地 我们就给了哪块地 现在是国有非公用 现在就非公用了 理论上我们应该 要求把这些土地返还给 阿美署或者是原住民 啊 那我们现在正在 呃 这个相关的法案上啊 来努力 我希望你也要 呃 知道这件事情 有时间呢 跟国有参数来讨论讨论 啊 相关这这类的国有非公用的 闲政那边的土地 移转给严密会的管理 然后在 委员部落来乘坐 谢谢委员 哈 因为我跟你都是东海岸来的相关 里面有非常多 国有非公用的土地 对 我非常支持委员刚刚所提的一件 对 我很努力想办法 OK 也许法令的问题 分析其他相关部会的问题 我跟土管处 好好思考一下 嗯 那因为我们会里面也聘了两位法律顾问 我们跟他法律上面怎么去处理 我们会努力 OK 就哪最近都南部落 我推动的这个共管 跟东管处共管这件事情啊 事实上我们东海岸有很多土地 跟他的条件一样 跟他的背景一样 是可以帮他们的忙来 来取得 呃 也许是退附会的 或是东管处的 啊 一个共管机制 让我们先有使用权 将来如果土地相关法案 得以完成的时候 那土地就自然移转就 移转给原住民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啊 我觉得我们要走刚刚讲的 国有非公用土地 移转给原民会来管理 好不好 好 我朝这个地方 他很努力 好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